中国建国一百周年美国西南地区筹委会举办说明会 针对欢乐跨年银百岁及台湾之夜等活动进行讨论 希望在各社团热心参与下 让百年国庆成为一整年的嘉年华会 迎接明年中华民国一百岁生日 美国西南地区百年国庆筹委会举办说明会 包括驻洛杉矶办事处长龚中成 乔教中心副主任邱昌生 加州城县乔教中心主任王鼎源 及当地和圣地雅各 凤凰城乔学界多位共聚一堂商讨庆祝事宜 我们的活动从元初和年初一直到年尾 所以我们活动是一个蛮复杂 其实也蛮热闹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意愿 要来办这个活动 我们也很热心的也很努力的 希望把所有的活动都办好 来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的国庆 会中也介绍筹备工作小组 从活动财务宣传到募款都有缜密的安排 另外还公布筹委会官方网站 建国百年庆祝活动将从明年起进行一整年 侨团自发性的参与 相信能激荡出缤纷的火花 凝聚对国家的响心力 台湾文官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